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网友都认识你 就说这个人挺强的 怎么就说想请他讲讲这个 想请他讲讲那个 很多 所以我说当然强了 加藤就很猛了 再加一 再加一 别过加藤就下围棋 人家比那个还加一呢 加藤加一 最近我在新周刊上还看到你写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他很有意思 就是说好像我记不太清了 好像是说在日本的长辈 就劝他 就说你到中国来 你想了解中国 差不多也够了 你怎么就不回日本 他表示呢 他说我还不想回去 因为我还要观察中国 所以我首先想问问你 你觉得照他的话讲 这个正在发生极大变化的这么一个大国 你观察起来有什么趣味呢 这个因为他是变化中 日本是缺乏变化 中国是变化过快 过快 过快 对 就是说他的观察点非常多的 而这个北京这个政治中心 他总是诱惑人 就是说诱惑人家 就是说盲目当中 浮躁当中去观察 跟人打交道 这种过程非常的有趣 观察点永远不缺 没法离开 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说我的长辈 你已经够了 你要去美国 但是说我在这事太多了 什么事呢 你在这 比如说写东西 是吧 包括今天上电视 这样的话 因为这样的人不多 在日本 比如在中国的外国人 是吧 就是说像我这样 就是说 用中文表达 用中文观察 跟这个 比如跟祖国日本 跟他比如说 搞什么交流 这样的人不多 但是你在中国 有没有碰到 咱们也知道 中国有一些人 对日本呢 不大满意 愤轻 有没有碰到 他们对你的不大礼貌 太多了 就是我每天大概 接收这300到400封邮件 80%都是骂我的 骂你 加疼滚出去 是吗 对 那你像碰到这种情况 你怎么应对呢 在中国 很正常 很正常 就是对那种情绪化的反应 我基本不理 没办法 因为我也没时间 只有24小时 那就是那种很理性的那种沟通 我是非常愿意 而且今天中国是 就是刚才说 点非常多 那今天我给你找一个点 是中国的一个热点 我觉得从他这个日本观察家的角度看也很好玩 徐老师你知道吗 你一定很熟悉 这个中国各地的这个领事馆要在北京撤销了 驻京办 我叫领事馆 驻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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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个背景啊 就是从2006年国家就要国务院就要彻查驻京办的问题 因为调查了一下说80%的老百姓对所谓驻京办的印象不好 副省级以上在北京的这个驻京办就有52家 市一级的以上的520家 再加上什么各种县呢 各种协会啊 烂七八糟的有5000多家 再加上什么甚至还有什么同乡啊 还是什么学术机构 所有的这种办法就加上万家 上万家 然后有人算过钱 就说这些驻京办 就算他们平均一年的这个开销支出100万的话 那么一年它总共就是100个亿 就这么样一个庞大的东西 你对这个有所耳闻吗 我因为我经常日本的企业嘛 到北京办事 他们要搞关系 来个关系搞应酬 日本人会搞 对对 我也经常给他们提供什么咨询 就说介绍人卖什么了 就是你要比如在这里做什么 什么企业 办什么学校 什么就是说这样的要搞关系 但是你没有认识 是吧 所以我就是说我的印象当中呢 就是那种驻京办主要是拉关系 搞应酬 就是公关 好听就是公关 公关 但我就是说他们的定位很不明确 不清晰 充满中国特色 你说的这个中国特色是指什么呢 就是那种北京嘛 就是上京 朝贡 是吧 就是说就像日本古代的时候 朝贡跟中国一样 你先要到这个地方 这块 这个地盘 再说 就是来经再说 这种感觉 因为就是说很多 包括日本人 不管外地的还是外国的 对北京是很不熟 它是个非常模糊的一个被包装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说你先要到这儿 但是不管你知道了多少 你先来再说搞关系 否则的话大家觉得 熟悉送钱的途径 也不是跑来就能送的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 对 这个还真的是在不同的人眼里 这个驻京办呢 完全是不同的面目 比如说在这个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眼里 这个很多驻京办叫跑步前进 你知道跑步前进什么意思吗 就跑步为前进来了 是吧 中国通 跑步前进 在很多上访的群众眼里 他是劝访的 那么在很多他当地的这个领导的眼里呢 他是宾馆招待所请客的地方 在很多这个部委的人们的眼里呢 他是地方土特产礼品中心 你你知道吗 在我们组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眼里 他是什么呢 美食 地方美食 你知道吗 吃饭都时髦到什么哪个哪个驻京办去吃饭 我给你们点几样 我们点点几个菜 你看看 穿饭 这是穿办的 你看 口水机 经常去 你经常去吧 新疆办 我都去过 新疆办人处 大盘鸡啊 烤羊肉串什么的 你看看天津办 就是麻花 大特产 山东办 哎呦 这个 九转大长 内蒙办 自然就是烤羊腿 你知道吗 好 好多学生都到那吃饭都排队 是 就是自然工员那儿 穿办人天天排队的 是吧 所以我知道那些挺怎么说呢 非常受欢迎 但是啊 徐老师 他归根结底 他还是一个公式私办跟私式公办 这个两方面的功能是最突出的 所谓公式私办就是说 他替这个这个县或这个市 这个省的某一个事情 正常途径走不通 他到北京来办 比方我们这里发学马超的 马超的二奶的木了 要中央来肯定一下等等 你正常的走不通 那花点钱 这种叫公式私办 那另外一些叫私式公办 就是说咱们县长的这个儿子强奸人家了 那这事情东床事发 那我们要来北京来把他捞出来 怎么这这类的 这两种功能啊 我听他们说 决定了你派什么样的人住京 走前面这个 你要派能干的人 所以他这个当地地方派人的时候 他还会派 因为他还很难做 他需要一定的工作能力 把他这个省这个市 这个地方的事情在北京摆平 那为什么要住今呢 住人在交通很发达 不是来 刚才已经回答了 不了解北京的情况 你长期在这里 长期跟人家吃饭 你就知道谁谁谁可以打得进 谁谁谁可以接近 谁谁谁的儿子你可以认识 你不是直接能找部长的 跑部你不能直接跑的 你知道在这个有的媒体眼里 住京办还有一个名叫酒精办 前两年是河南吧 地方上两个住京办事处 他们还报案 说我们花了66万 买了777瓶茅台酒 是假的 假酒 结果他一弄出来 人家这个老百姓说 你们买这么多瓶茅台酒干什么 你知道 就是说你说他就是他讲的这个 就是说到了北京再说 因为这北京深似海啊 水太深了 所以有一个住京办 你让他翻开小册子啊 所有的各部委的 这头头脑脑的电话联系方式 甚至是说 比如说我们河北籍的 在北京的明星 明人 同乡 同乡 所有你可能找得着的人 全有 甚至于还有那功课 做得更细的 你的生日 你太太的生日 你孩子的什么什么什么问题 全记在本子上 还有你的女朋友 你这上面这些 中国人呢 记一个什么东西 叫有事有人 没事没人 你不能说 我今天有事要您帮忙了 我来请您吃饭 吃到半会儿说 我们有个什么项目 不信这个的 上面的人也很难办 你就算邓文涛掌权 他今天你第一次跟我吃饭 你就要我帮这个忙 他觉得我在滥用公权 但是要是这个人 平常已经吃过好多吃饭了 都变哥们了 喝醉的时候 头都碰头的了 都已经是这样了 下次有什么事情 又是老乡 下次有什么事情 要帮个忙 那我不是滥用公权 我是帮同乡的忙 你说这乡仪啊 嘉诚你说 我觉得但这个 我觉得很浪费 因为我也常常常常常在那种 上桌应酬嘛 但是我就是说他们是很不清楚 就是大家那么多一批人 就在一起吃饭 互相介绍 我有什么能力 什么什么 但是就是很浪费 就是 他管这个吹牛 就是互相介绍 我有什么能力 散了之后 就是再各自 什么保持联系 但这种渠道 很不清楚 对 没有什么固定的渠道 就是说 比如说你是现级的 那就是现级 你找省级的 省在找中央的 这如果它的渠道很固定的 那我这非常有效了 那如果就是莫名其妙 乱七八糟 一塌糊涂 这样的话 就是说 我这非常没有效率 你开始触及到我们文化 搞得很混淆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按照这个主管部门 发了红头文件 就说新一年六个月之内 就今年前半年之内 数千家驻京办都得撤 听说围房啊 已经撤了 但是这个说撤呢 就是说保留这些必要的 什么副省级或者什么的啊 其他这些烂七八糟都撤 但是呢 我看这个我们那个微博上 这个新周刊的那个 我那朋友风云娘 他说了一个话 说啊 这要撤呀 肯定啊 会导致一个地方活起来 哪呢 廊坊 你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呀 他撤到郊区去 他撤到郎房去了 我想听你刚才讲了 跟中国人吃饭 我就觉得 咱们老说中日文化当中 有一些相关的这个部分 我就觉得你看 从中国文化来讲 这么多的住京办 我有一个感觉 中国人呢 真是个家天下 家呀 就说这个 你看我们连国 连country 连国 我们都叫国 都叫家 国都是个家 你像美国的那个什么政治 他更像一个公司 对吧 你看我们是家 而且这个家 你发现没有 有大家 有小家 你一个县里 有什么必要在北京 也能够办事处呢 你就会发现中国人呢 他是很多地方啊 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 小独立王国 比如说 这县里也有人大 也有什么 他这个几套班子 他这个一个小小独立王国 关起门来 有点自己的这个 这个事情 都是说 他都是一户一户的人家 所以都要通天 都要跟北京打交道 而且就像你说的 中国人之间 这个这个吃喝 我想你要说 它是个家 这个家的一个中心内容 可不就是吃吗 对 是吗 你觉得这跟日本 有什么异同啊 就是勾结嘛 有个自己的圈子地毯 比如说 我刚从日本回来 就是说 小子伊朗 现在民主党的干事长 这丑闻 政治现金 出了问题 其实这跟这种 东方的那种 也是跑步前进 跑步前进 比如 这个他的地方的 这个建筑公司 要拉工 拉活 要找小则 提供便利 那就是说 做一个一个换 这个条件呢 提供现金 那就是说 小则伊朗呢 在这个提供现金 这个过程程序不透明 该当机的没当机 他两个秘书都 然后被特色部门 搜查了一塌糊涂 这事现在在日本很大 尤其是地方 越是地方 就是越去外地 越发这种勾结 这种传统的封建的 这种文化 非常严重 因为他们就是说 不靠那种制度 不靠那种程序 更多的一种情 就是说那种 就是那种 怎么说人情网 那日本有没有住金办呢 他东京 中国有没有住到 那个东京 我觉得这个什么 住金办 在形式不重要 我觉得他这个 就是说撤销之后 肯定大家都找个办法 就是就是随便 以私人的名义登记 是吧 这种情况 肯定会蔓延 你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就是说 这个走后门 前门不开 走后门 就中国人的智慧 那日本人有这智慧吗 有是有 但就是他的一个 就是怎么说 规定更应 你比如像你刚才说的 我就发现 就是中国人的吃 你认为没有效率 可是实际上啊 我觉得中国啊 真是很难理得了吃饭 是 你比如说这个公款 吃喝 大家都在骂 可是为什么他就 因为中国的很多问题 都需要在饭桌上解决 这日本也是 日本也是吗 就是那种 环食料理嘛 就是说就是 就是女人陪着 然后就是说 上面在那样的场合 就是说在悄悄地说 就是说你到时候 怎么着怎么着 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的事情 更加顺利成章 反而在国会 在那些政府机构里说 那就是觉得很不合适 对 所以很 日本的那个吃法 好像不是圆桌 它是大家跪在两边 就是榻榻米 榻榻米 然后就会有女的在旁边 对 遗季啊什么的 有有有 那样的营桌 那到这个吃的地 要有点勤奋才会去的 对 一般不大会去吧 不大会去 我们哪有去 那有政治家 政客 官僚 才智 包括那种地方的政治公司的 他们都在那里谈笑 就是 看来啊 这个中日两国 他这个都有很多摆不到桌面上的事情 对 私下里 关着门 咱把这个事情说好了 然后再研究这个事 在公开层面 该怎么去操作它 但但但还是有不同 不同他其实刚才他的疑问就已经触及到了 他不理解 他从日本人这个效率的角度 他觉得吃一顿饭 跟一些人莫名其妙的说完了以后都不得要领 他觉得这是浪费 可是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中国文化的精髓 就是要有几次你这样莫名其妙 不得要领的这样的饭局以后 慢慢的同行领导上下的关系 就变成了某种家人关系了 就是同乡 同乡就是家庭的外延了 对吧 变成了广义的家人关系以后 我们才可以像你说的 做到营作的地方去这样 对 我到中国之后又增加就是说 日本很少问你是哪里人 日本人很少问你哪里人 一斗 我是一斗的 我不可能说我是一斗人 但到中国之后 一定问你是哪里人 我是一斗人 你有什么地方我想懂的 河北的 老乡 就是用感觉 在日本 我跟你一斗没有用 日本人是不握手的 日本人是职工的 很客气 也不敢随便问你是哪里的 那不需要对你有所了解吗 但这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要细前去了解 不要在不要在现场什么都问 对 所以有点冷漠 日本人显得有点冷漠 中国好像有人情网 很热情 但是没什么效率 对 因为缺乏制度 缺乏应该应有的程序 固定的渠道 这点就是说看日本是看东西 看哪个中间 是吧 我们在谈托河入亚 托河入亚 托河入亚 对 我们还是在找一个第三条的这种道路 人情网一定要有 但这种程序叫契约 就西方以上的契约一定要有 所以更加的暧昧 在日本暧昧则是个美德 是这样 暧昧是个美德 我就不懂了 像他说的 日本又是讲究很严格的程序 对 但是你像小泽一郎 他出这个政治现金 很多咱们看着 也是桌子底下的交易 人际关系出了问题 对 它是人际关系出了问题 也出了问题 那这人际关系上面出了问题 也刺激了这程序上的一些漏洞等等 所以反正人在操作的嘛 制度是在后面 我觉得在日本的话 主要还是要看人际关系 尤其是政治 我们这铁三角嘛 政官 财 财 财界 政界 官界 官界 铁三角 铁三角 就是勾子 在中国政界跟官界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就是官商勾结两界 人家是三界 我们两界 简化了 简化了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当然像这个他们说的跑步前进 助经办 据说人家经济学家就讲的客观上也有个理由 就是中国啊采取这个分税制嘛 地方上没钱了 这个主要的这个这个税收啊 就收归中央财政 那么于是呢 他得确实得跑项目 要不他他地方上他不掌握什么 所以甚至有的人你刚才讲官界政界商界嘛 有的人就提出 就说 在地方上也有人民代表大会 为什么不能更多的发挥地方上的这个意识意证的这个这个权利 所有的他都要到北京 正常的途径不通 所以才走这样的途径 不能单怪送钱的人 你为什么收嘛 收的人都在北京嘛 而且你知道我不知道日本人讲不讲的这个 有一个四川某地的助经办的主任跟记者说了句实话 就说我研究的就是如何能不露痕迹的把礼物送到人的手里 我叫送礼嘛 送礼 对我也就是说被逼着送 你也送过 因为我我是被送过 人家送你 有你什么事啊 比如说我曾经在高中做老师什么 然后就说你的这个孩子 他是家长的孩子什么 他不太乖不好学习 然后你把这个礼物送给我 逼着我接受 这样的话他他更有理由就是说让我做事情 日本也有这个 在中国也有 在日本都有 我觉得 那日本人觉得接受这种礼物帮人家办事情 是是是是好事还是 这是一种这是一种默契 这是一个普遍的 比如说你在就是说在跟邻居你去了海外旅游 然后就回来了 这送这个礼物 然后他马上往里走 找找出什么东西 然后就说还还你 这种一个交换 如果不在现场交换 那你是不懂这个前规则的 你如果不马上还 你就欠了一个人情 你将来要还的更多 对在中国的话是可以过一段 是吧 你是送一个 那就是 日本要马上就还 日本要在现场 我们说现场 日本人上的机 当上一个交易 现场主义 对 在中国人看来 这外国人就没意思 美国人一见面就 what can do for you 我能帮你什么 中国人从来不讲这句话 而且中国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要不露痕迹 有的人甚至是真是完全是默契 有的人就是说我这个当官的 我先给你办了这个事 对 我没收吧 但是我自然相信 比如说一年以内 或者现在快过春节了 你会有某种方式 这个东西默契 没有契约的 对 但我比如说送月饼 我月饼 太浪费了 那个 你就不知道这个诀窍了 原来他们那有些贵价的月饼 那些月饼 那个月饼不贵 可是那个和上万的 或者是几万的 对 然后他送上去以后呢 我就说 那那个当官的拿这个什么用呢 他说有回收机构 是 一定有回收 所以他 不吃的 不吃的 他拿去 不 他吃了 他甚至把月饼吃了 可能和呢 能回收八千 可能和下次又再用 他等于是另外一种货币 这样在运通 不留痕迹的 所以呢 我是在中国很不熟 是这种游戏规则 所以我决定 我不收 我以为你说你决定要待下去 继续关注 我不会 我不收的 我自觉 一万元月饼不收 如果你收了 那必须得提供相应的一种便利 这样的话就是被转进去了 那种纯利斗争 放心 中国人讲人 你不回报也没关系 他们都有一定的编成本的 预算的 准备作废的 是吗 送人的东西 他就是准备 你是我送了 你不帮我 这个才叫好的住经办 都嗷了 现在就直接都是钱了 那就是叫这个